好,各位好,我是可乐 那么今天教大家如何快速下载百度网盘的文件 那么这个方法我已经用了一两年了 那么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咱们开始吧 首先咱们需要到这个Chrome用商店 或者其他商店里安装这个叫做 TemperMonkey的东西 然后呢,点击添加之Chrome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已经添加了 紧接着点击它这个图标 点击这个获取新脚本 然后点击这个Fork 然后搜索搜百度网盘 找到这个作者叫做软件小妹的作者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 点击这个安装版本就行 那么这里我已经安装了 那么就直接略过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你摆动盘需要提取的文件 然后点击提取文件 选择你需要的文件 好了,我已经选择完了 这个时候点击减一下在助手 好,咱们要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之中 然后选择到你刚刚保存的文件 点击减一下在助手 这个时候点击获取直链 好,这个时候你需要到它的公众号 就回复验证码才行 那么这边我们放一张截图 它这个验证码每个一段时间会更新的 所以咱们就直接输入 点击获取直链 好了,那么这里已经获取直链了 你可以选择IDM或者ARIA2的方式来下载 那么这里我使用IDM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朋友 可以先点击这个IDM配置教程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先把它的UI改成这个Ctrl-C 然后打开咱们的IDM 选择这个下载 点击选项 然后把这个下载这个地方 把它的这个地方改成 它所需要的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咱们再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新建任务 然后呢它已经自动粘贴 点击确定 就已经预览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真的非常离谱 那么我家里大概是500M的带宽 那么能跑到这个速度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了 而且1.65G的文件只有十几秒钟就下完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快的 这个方法我已经用了很久 而且它仍然有效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 我是可乐时光 那么最近也要突破100粉丝了 所以感谢各位 那我们下期再见